第13體 以至甲金屬的質量為72克 體積為9立方公分 以金屬的質量為42克 體積為7立方公分 則下列敘述何則正確 選項AB都是問密度 密度公式叫做D等於V分之N 甲的質量72 我們的體積是9出來的密度是8 所以選項A是對的 我們以的質量是42 我們的體積是7 所以算算是6 所以呢選項B也是對的 那麼根據D等於V分之N 假如我們的體積都一樣的時候 質量比較大的密度就會比較大 密度比較大的質量就比較大 所以呢我們今天 都接出5立方公分的時候 甲的密度比較大所以質量比較大 所以選項C是對的 同樣的根據D等於V分之N 如果我們的質量是一樣的話 那麼體積比較大的密度會比較小 體積比較小的密度比較大 所以呢今天 你的密度比較小 所以呢同樣的質量體積比較大 所以選項株說 當兩金屬的質量相同時 甲金屬的體積較大是錯的 應該是乙金屬的體積較大 所以第13題問我們說 則下列敘述何則錯誤 我們答案選的是株 當兩金屬的質量相等時 甲金屬的體積較大 到我們來做下列印製的體積較大 做下列印製的體積較大 所以我們要選擇 我們再新鮮的體積較多